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彩虹师方圆 那最近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呢 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们的妆容当然也要焕然一新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出油踏青的春季豆沙系妆容 今天我们这个妆容呢 要强调肌肤的一个通透感以及水光感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是麦吉蒂的这个白月光起点 它是我日常的最爱 它不仅轻薄而且非常的贴妆 而且还能让肌肤有一个水光感 我们先用粉扑均匀取粉 然后在盖子上按一下去掉多余的粉量 接着将气垫按压在内容阔的位置 之后用粉扑轻轻拍开 不要用力推拉 那我们外出油完呢难免会出油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定妆工作 我们可以使用粉质新意的麦吉蒂空气柔光蜜粉 来做好定妆的工作 保持我们底妆原有的水光感 蜜粉不用太厚重 再溶液出油的位置薄薄盖一层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对比 是不是完美的遮住了瑕疵 底妆又显得很通透很自然呢 很多宝宝呢表示不会画眉毛 今天教大家画一款绒物眉 你一看就能会 我们今天使用到的是麦吉利的3D塑形眉妆笔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眉毛颜色 来挑选眉笔的色号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灰棕色 首先我们用眉扫梳理一下原来的眉毛 了解一下它自身的走向 然后呢我们顺着前面的毛流感 补充一下眉尾的空隙处 轻轻带过线条不用太生硬 接着再填补一下中间和眉头的空隙 最后再将整段眉毛扫一遍 这样就会显得更加的自然了 大家可以看到 雾雾融融的眉毛会非常的温柔 而且很适合我们的春季豆沙妆 那我们今天这个妆容 氛围感体现在哪里了 当然少不了我们的眼影加持了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麦吉利这款 实色眼影盘 粉紫星和 有粉色和紫色系 可以打造不同风格的妆容 我们先用2号色 大面积打底眼部的位置 再用4号色加深眼部轮廓 用小刷子刷一下下眼界 再使用7号色 加深双眼皮褚皱内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熨染刷 再模糊一下下边缘 小本本拿出来 放大双眼的诀窍在这里 用刷子占取一下5号色 涂抹在上眼皮的前半部分 做一个提亮 以及扫一下下眼头 同时带到卧蚕的位置 这样眼睛就更加有神了 占取9号色 从眼尾拉一条小的眼线 用眼影来替代眼线 看起来会更加的自然 我们从睫毛根部将睫毛夹翘 填补一下睫毛的空隙 画出内眼线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贴一点睫毛 我们从睫毛根部 涂一下睫毛膏 来看一下效果 眼妆是不是非常温柔有神呢 如何打造温柔性腮红呢 麦其地的青透柔物腮红 烟熏玫瑰色就很大我们的妆容 今天的腮红 我们强调面中韵染 在苹果肌处打圈韵染就可以了 看一下对比 苹果肌是不是变得更加的饱满了呢 显得会更加的温柔可爱 唇幼呢 我们可以挑一只春季氛围色 麦其地的流光水润唇幼 201温柔豆沙色 先点脱在上下嘴唇的内侧 然后慢慢往外推开韵染 用手指点脱一下边缘的位置 让唇装更加的立体自然 水光豆沙色 显得我们的唇部更加的立体 又不失温柔感 那么今天这个春季豆沙系妆容 我们就完成了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